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修方便门来讲 只属于空门 属于真如门 因为他是利益一切项 而观则属于幽门 属于生命门 他是对于一切有违法 而发殊胜的理解 也就是说 惯是智慧 智慧能够通达世出世界一切法 佛在大经里面教导 利益一切项 己一切法 利益一切项是智 己一切法是观 如果就修行 次序上来讲 应当是 只在其 只是定的 为什么呢 只能够服烦恼 心把烦恼扶住 但是断不掉 断烦恼要惯 心修直 后修惯 惯能断烦恼 为什么呢 把烦恼的真相看清楚 这才能转烦恼为菩提 烦恼究竟是什么 你搞不清楚 所以他在障碍你 但是 功夫到了纯熟的时候 跟粗学不一样 粗学有这个次第 有先后 有身世 到纯熟的时候 那就不然了 纸里头有观 观里头有纸 所以 纸观不二 同学们刚才来问过 一门深处 要深入到什么程度 在大乘佛法里面 无论哪一个法门 你一修学 要想成就 你一定懂得 这个方法 秘诀 一门深入 主要晓得 一门深入是纸啊 纸的什么呢 试出世间法 统统放下了 我就吃了 我的功夫 在用上 一门上 这一门里面呢 就有惯了 放下万缘是纸 所以一门深入 是纸观双运 你一门深入 怎样才能够 其如境界呢 就是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修学 至诚感同 至诚是因 感同是果 换一句话说 必须用真诚的心 一门深入 你才能够开悟 才能够正乎 感同就是指的 开悟正乎 感同的样子 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 我们才晓得 这感同呢 通是通达 试出世间法 不学就通达了 那就是感同的样子 这个地方 也是有层次的 所谓是 有小物 有大物 有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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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光大师讲 一分沉浸 得一分力 小的感同 十分沉浸 得十分力 大的感同 那么由此可知 感同 这个能力的大小 与你沉浸心 一定是沉正比例 沉浸 从什么地方看 从实善 业道上看 果然 断 使我 行 实善 你才是 至尘 如果不是 我修行 这个 至尘 用至尘 心了 我心里 杀到 淫 的 念头 未断 除尸 待人 皆无 还有 忘语 还有一点 谁 你一丝 好的 诚意 都有 所以至尘 从哪里看 从 实善 业 看 你真 修 实善 真的 断 实窝 这是你的 至尘 心 发现 功夫 勤生 那就 看你 断 窝 修 上 的 成绩了 果然 在 一切 人 死 无 里面 就是以 实善 为 标准 这个 失窝 念的时候 决定不生 进职的时候 怎么用 职观 职的时候 一念不生 观的时候 万善 相遂 七心 都念 纯善 对人 对死 对无 这个时候 居力 感同 就不远了 最初 显的一个 现象 三藏 十二部经 摆在你面前 你没有障碍 你 你都痛 他 每一个字 每一句 都是无量 义 你讲一辈子 佛经 一句话 你都讲不完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龙树 菩萨 在龙宫里面 见到的上本 大方广佛 花眼镜 分量有多大 菩萨 告诉我们 十个 大千世界 微臣记 我们知道 佛法 计算 这个 分量 多寡 是用 记作单位 不像中国 中国是用 字 道德经 五千言 这分量多少呢 五千字 是用字来做单位的 印度人是用 记 记是什么 四句 用四句做一个单位 这四句 长短 不一定 记送里头 四句 是一手记 长行四句 也叫一手记 它是这么计算的 那么多少 多少记呢 十个三千 大千世界 微臣记 所以我说 一句经文呢 你要细讲 你讲一辈子 你讲一半年 都讲不完 我说这个话 有根据 而不是随便说的 所以真正 深入了 一门深入了 你就有这个能力 展开经卷 还有很多障碍 你没有痛啊 你没有如啊 路上千万有 那个深就跟谈不上了 深入啊 所以诸位同学 要晓得 是佛法修行的秘诀 一门深 我常常做比喻 佛法像个圆球啊 球它有个心 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就像在这个 球的面上 任何一点 那就是个发门 任何一点呢 都通达圆心 只要到达圆心 全部通达 没有到达圆心 不会通达 你还是一门 你不懂第二门 到达圆心 全部都通达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为什么我们修学 这么困难 我们也很想通达 为什么通达不了 一般说法呢 业障 障住了你 你有业障 这个问题 我过去请教过张家大使 他老人家告诉我业障 一定要把业障 消除 普贤神愿里头 参除业障 业障 参除 就通了 什么是业障呢 业障 成沙烦恼是业障 无名烦恼是业障 哪能受得尽呢 但是业障有根 我们要把那个根找到 从根本修 就快速了 中国 中门教下的祖师大德 都常常叫人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是心 也就是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 还有根本 根本的根本 是什么呢 自私自利 所以 要不能把自私自利放下 头一个关口 就不能突破 自私自利 在《金刚经》上 就是讲的 我向我知 后半部讲的 我见 佛在《金刚经》上说 若菩萨 由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一般人 都把《金刚经》的标准 看高了 既非菩萨 那个菩萨是什么菩萨 法身菩萨 这个看高了 我的看法呢 没那么高 既非菩萨 应该说 极非原教 初性位的菩萨 这才符合 真正的经义 初性位的菩萨 禁非菩萨 禁非菩萨 三阶 八十八平 禁非菩萨 身菩萨 边菩 戒渠渐 剑渠渐 邪渐 都离开了 在小城呢 相当于 虚脱还果 出口 你们想想 我这个说法 有没有道理 这样的菩萨 才真正叫入门 往后修行 一番风顺 头一个难关 突破了 我们同学们 无论在家出家 每一个人 善根都很深厚啊 无量借来 生生世世修行 就是这一关 没突破 所以 依然是 生死反复 如果震得 出国了 小城出国 大臣 原叫 出行为的菩萨 这个人就是 圣人 四国罗汉 四国圣人 他是出国啊 超凡 入圣 虽然还没有出三界 但是 决定不落三国道 他肯定 决定不会到三国道去 小城从这一天起 天上人间 七次往来 就正阿罗汉古 大臣 菩萨 欲言殊胜 一生当中 就能够超越六大轮回 金刚经 真正的意思 在此地 我们要知道 说发生菩萨了 太高了 距离我们太远了 我们自己 很难提起 警觉性 好像那是 望尘末期 算了 这次没份 给你讲 出行为的菩萨 距离我们很近 这一步跨进去 我们就入门了 换一句话说 我见 就是我直 不能放下 你就没法子 你始终还是在 六道轮回这一遍 你这一步跨不过去 然后我们细心想想 我们生生世世 被什么害了 被自私自利 这个妄想之者 害了 怎样破除这一关呢 我 我所必须要写得干干净净 这就这样放下了 从前 张家大使教导我 先从我所下手 我所说 我所有的 身外之物 先从这里放 常常想到 佛教导我们 万般降不去 唯有 夜随身 那个降不去 就带不走的 带不走的 应当要放下 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 带不走 你死了 带不走 我的财产 财产死了 你也带不走 一分钱 你也带不走 我的地位 也带不走 我的名誉 也带不走 明昏立扬 我又一样能带走的 我的眷属 我的儿女 我的子孙 通通带不走 带不走 要放下了 放下不是不负责任的 放下一样要负责任 认真负责 教导他们 不放在心上 心地亲近 把这个亲情 转变成真实智慧 把感情转变成理智 这就对了 那就跟佛菩萨一样了 一定要脱婆 一定要看清楚 看明白 这个心里头 毫无牵挂 从这做书 然后进一步呢 身 也带不走 先端 我所 我所死掉 然后 我也是 我的身 都不走 身 不是我 身 也是 我所 也是 我的身体 不是我 常常 常常这样 观想 人就生智慧 就惯了 通通放下 我跟我所 通通放下 再也不知足了 这样才能够入门 入大臣之门 就是出行为的菩萨 入小城之门 就是虚脱环 出国 那你要是不能放下 你就永远 入不了境界 永远做凡夫 学佛 学了一辈子 天台大致讲 明字未中人 明字未中人 有名无实 明字未中人 你还是轮回心 你还是造轮回意 在六道里面 善 善因 敢善善到国宝 卧因 敢善卧到国宝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好无成就 出六道轮回 到四圣法界 才算是小谷 诸位要晓得 神文 圆觉 菩萨 摄法界里面的佛 都是小谷 小谷有四种 有四种 通通是小谷 历苦的路 历三界之苦 得四圣法界之路 这个路不究竟 必须还要向上提升 从相思位 提升到分正位 才算是真正成就了 正的大国了 到如来国位 那是究竟圆满的国位 要不断向上提升 像是不断放下 放下就要上身 没有别的 看破帮助放下 放下帮助看破 所以在我们现前 是欣负烦恼 再断烦恼 那么望你不能不死 要懂这个道理 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